《永不放棄》是運動員的指定心態 梁甘輝因為現實問題被迫兩度放下足球 還轉頭了工程行業 不過幸運的是 他和足球的緣分還未完結 要出來找工作 養回家人 當時的念頭就是這樣想的 因為當時有4000元的學徒計劃 但計算過不花算 我怎樣給錢家人呢 又要練球會 又要練香港隊 但現在出來社會上班 都有七八千元一個月 當然上班比吃球好 媽媽養了那麼久 會考養了我們家五個兄弟姊妹 皮快很大 要盡快清掃數 就要出來找工作去做 甘輝後來被高薪邀請復出 一年後還轉頭如苑 上到職業生涯的高峰 但很無奈 他再次因為現實問題 輾轉落班月祖球會沙田 更加因為場地和訓練等等的問題 受到重傷 因為我那時 還有幾天會去踢亞洲室內五人足球 還有備戰東亞運的補選隊 因為我要踢五人要踢十一人 當時香港隊那邊都會抉擇 你去哪邊 如果那時不是斷腳的話 不會錯過這兩個大型的賽事 斷了腳之後 在親朋的推薦之下走入了工程界 甘輝慢慢發現自己在足球以外的不足 開始去進修 但半工讀日程繁忙的甘輝 依然會抽時間去教球 在他的長遠目標裡面 仍然有足球的存在 現在暫時以工程上優先 盡快去考工程牌 安頓好工程上的事務之後 到時就會考一些牌照 盡量去教更多的青年球員 大概設定了四十至五十歲左右 在那邊 就算了 在那邊 留意 在那邊 也有 我 有